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我們這一集先來看看之前留下來的作業 這幾集都非常的值得大家來認識 請在BC上面找一點P 能夠拉出一個三角形PAB 這個三角形PAB的面積要剛好是整個T形的1 4 其實如果今天 這個問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出來 其實它不難 如果今天我是三角形 那我說在底上找一個點 這個讓上面連下來剛好是1 4 這不難嘛 因為同高嘛 對不對 利用同高 所以我只要抓到這個是1比4的就好了 對不對 那就四等分啊 四等分就怎麼樣 坐中垂線再坐中垂線 對不對 那所以呢 在這裡也是一樣 可是我們現在遇到的情形就是說 還有一個上底啊 它不是單純三角形嘛 所以怎麼辦 很簡單 什麼樣呢 E 第一步 在BC直線上 取 C1 等於AD 我在這裡 取出1.1嘛 接著怎麼樣 2 2 取 AP等於4分之1 BP等於4分之1 B1 我做中垂線 留下 留下磁規做圖橫漆 那這個P點即位所求 這個 連接P 連接P 連接AP 則 P點T我一手去 那邊就不寫了 是不是 因為你 整個 我這邊1點連接起來 如果今天我把這邊連起來的話 那麼你三角形 AB1的面積就會等於T型面積嘛 因為就是上底 加你的下底乘以高 那我現在這個面積是他的四分之一啊 就是T型面積四分之一 所以這還蠻容易的 上次有這麼一題 四等分 那我有講到說 其實四等分的問題 比我們上次看到那個三等分 還要容易講解 因為三等分比較不容易用等分等分等分的方式 我們是學中線吧 所以就變成說要去解那個XY 然後你要先讓學生了解到說他會平行 平行也蠻難證明的 所以如果今天 學生沒辦法接受的話就算了 我那天沒有寫 但是四等分的話就要會 為什麼呢 既然上面這個是9 下面這個是17 GH就是中線 那17 下不給我吧 那9加1726除2 GH是13 那9加1322除2 EF是11 然後13加11 30除2這個是15 那這個其實很容易 然後所以這三個就會等於是 這個是 11加13加15 其實你以等差中向的精神來看的話 他就是三個13 對不對 11加13加15等於39 那其實呢 就像我剛才說的 其實這個問題根本就不一定要除 為什麼 不一定要算 因為你就知道說他最後是等差中向的概念 所以等差中向就是 首加尾除2 然後你再乘3 就可以了 對不對 39 那這個問題又是這樣子的問題的延伸 一個變化 他今天跟你說 這一條線是在5比3的位置 那如果你不嫌麻煩 因為我5比3剛好是出這個 合起來是8 所以如果你不嫌麻煩 你都可以怎麼樣 這題是可以補的 有沒有那麼瘋狂 這個4加12是16 特別出好 給大家除 16除了這個是8 那這個是6 那這個是10 所以這條是9 對不對 9 其實是可以算 那在這裡呢 其實我們是要利用這個問題來去介紹這件事情 我們上一次有說 如果三等分的話 這三個點就相當於是在這一條線 我說這個9 這個是上一次這個問題是12的樣子 那這三等分的話呢 他其實就剛好是在這個三等分的位置 所以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三等分 那這剛好是10和11 可以嗎 那如果今天是按照比例分的話 其實他的長度也依然會是按照比例分 也就是說他就相當於是4 12 那這邊是5比3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呢 我們在前面學這個加權平均 在學完比之後學加權平均 那就有介紹到這個東西要怎麼算 就是說你就想像他是一個翹翹板 翹翹板要平衡的話呢 這個5這個3 上面坐的人全中比 就會倒過來是3比5 如果大家對這個計算還不夠理解 那請前面 往前去搜尋這個加權平均的計算 那如果老師發生學生 老師在這裡講到這件事情發現 發現學生對加權平均的計算不太熟的話 就再繳一次 那我們在這裡就省下這一個時間 那個在 比與比值的那一張 一年級下學期 所以這個位置的計算就會是4乘以3加上12乘以5 除以3加58 那所以是60加12 72除89 這個地方就是9 又或者你可以不用這個那麼麻煩 我只是說可以這樣算而已 這個5比3嘛 合起來是8嘛 那你剛好合起來是8 所以其實沒 5比3 這個色5R 這個色3R 合起來8R 8R就等於8R是1 所以這個是4加5 就是9 這樣也可以 可以嗎 來看上次的作業裡面有這個問題 有一條平行線 這裡出現一個T型 X是他的中線 這裡出現一個三角形 Y是他的底 這是平行四邊形 Z是他的底 他跟你說這個平行四邊形三角形T型 如果他的面積都一樣 那請問XYZ 到底誰比較長 他們的關係是什麼 要寫出一個關係式 那因為面積一樣嘛 面積一樣的話呢 他們的高又一樣 對不對 他的面積一樣 他的高又一樣 那高又一樣的話 這個是底層高是面積 這個是底層高除2才是面積 所以這個底會比這個底多兩倍 Y會等於2Z 那T型呢 上底加下底層高除2是面積 可是我們上一集就講說 他同時也可以試什麼 中線層高 所以其實這個中線會跟這個底一樣 他們兩個層起來就是面積 他們兩個去層高就會是面積 所以Y等於2Z 然後會等於2X 或者你寫X等於Z 會等於2分之Y 那就是 這一個問題 好我們之前留下的一個作頁 這裡有一個T型 然後他跟你說上底是3 下底是6 然後跟你說這條是中垂線 然後跟你說這裡是直角 那這一題是這一張一個經典的難題 怎樣的題目會是難題呢 其實就是大部分的情況下要解一元或脂肪乘式的問題 甚至是說大部分的情況下要解 未知數的問題 因為學生都會懶得射X 他們喜歡那一種看一看加起來乘多少除多少的問題 那 所以老師如果遇到這樣的問題 然後你發現學生肯射那個X就承讚他一下 如果沒有你發現學生沒有射X然後不會寫 就在旁邊羞辱他一下 我不是講過嗎 如果你想不到還有什麼好做的 那是不是把某個射X這樣 那留意一下題目啦 題目這裡寫到這個XY是AAC的中垂線 我們學過什麼跟中垂線有關的呢 其實就是中垂線上任一點到線段兩端等距離 對不對 那幾何推論其實就是這樣子啦 就是說 你到底學過些什麼 那要用的時候你要拿得出來用 不是說聽過就算了 有聽到不是不等於有懂不等於會了 要不然的話我們看電視學就好啦 你不用上課了 對不對看電視看一看 嗯 這樣子 那電視又沒有辦法像我們的影片這樣子 還可以定格讓你想什麼的 但是如果你有聽到就會那不看電視就好 那也沒有那麼簡單嘛 那 所以說這裡這個C CY呢會等於AY 這是他這一題的一個關鍵 要能夠捕捉得到 那 這樣子的話呢我剛剛講 這樣要直接求出這個 BY是不容易的啦 那不容易的情況下我們還是可以去求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們可以把它射X 然後咧 他就是很常見的情形有沒有 直角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 用這邊 假如說他說BD是10嘛 所以這裡是10-X 用這邊來求這個會等於用這邊來求這個 就可以把X解出來 也就是說3平方加X平方會等於6平方加上10-X的平方 X平方加9會等於 36加上100-20X 加X平方 然後X平方會被殺掉 這種問題其實都不難解 看起來有二次但是最後還是都殺光 他其實還是可以讓你解二次的哦 比如說我這一角我最後是 就是10-2X之類的 那理論上你還是解得出來 事實上就是他沒有那麼難 好 那麼 於是我們會得到20X會等於136-9 所以是127啊 X是20分之127 抽吧 你不去解 不可能猜得到答案的 來看這裡 這裡有一個T型 他說AB45 CD是12 要求這個T型的高啊 那其實這一題也是略有難度 那這個就跟他不一樣了 這個的略有難度在於你要去思考你該怎麼做 那我們T型學過什麼 做牽直線 然後他注意哦他是等腰 oh good 對不對 做牽直線啊 然後怎麼樣去算都可以 那或者是把它平移出平行四邊形也可以 不知道大家在寫作業的時候有沒有把它解開來呢 如果我們做牽直線可是不知道這一股的長 那所以這一題其實比較好的做法是把它平移掉 平移掉 因為平移過來這邊平移過來還是不好解 所以這一題比較特別 他是在平移這個 你有沒有發現這裡 對角線是直角 所以其實他是平移對角線 我如果把對角線平移過來 過B點做 過B點 做 BP平行AC BP平行AC C B C 交珠C直線於 P點 k C B C 好,那這個時候這裡會出現一個平行四邊形 因為這裡本來就平行,然後你又讓這邊平行 所以這個時候呢,這個CP是5 此時 CP是5,可以嗎? 好,那麼這裡是直角 因為你讓它平行過來了嘛,這是同位角,所以這裡是直角 可以嗎? 所以CP是5,然後角PB珠等於90 那注意到這件事情,等於腰梯形的對角線等長 這是這一題的關鍵 2 三角形BP珠為等腰直角三角形 那所以很容易可以取得怎麼樣? 它的高,它的等腰直角三角形這邊是12,我們畫在這邊 這個是直角,這裡等腰,這個12 對不對?1比1比更號2,算了不用 再做一個隨直線 有沒有,這個是6 6,1比1比更號2,6更號2 啊,我要的是高嘛,所以高是6 因為我沒有要解,所以我這個BH是多寫的,H是多寫的,我就不寫了 就是這一題 好,這裡有一個問題 你看跟剛剛有點類似喔 但是它不是等腰梯形,它是梯形的A,B,C,D 那它跟你說這個時候如果它的對角線互相垂直 然後A,C是16,B,D是12 也就是說怎麼樣呢? 對角線是16和12的時候 那麼請問你這個梯形的中線長會是多少? 好,想一想吧 想一想 好 那我們這個延續上一集跟大家閒聊到這個精神醫學 那我們上一集講這個精神醫學 講得好像它,精神分析 講得好像它很神一樣 那如果這個東西這麼神的話 現在應該很,就是精神病患應該很容易被治療掉 那事實上就是它沒有那麼神 我們理論上,理論上精神分析師,心理醫生 他可以透過精神分析讓你了解你自己 他們的,當然流派很多 必須要在這裡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講的並不是全部的精神分析醫師都會這麼做 他們裡面那部真的流派非常的多 那但是呢,有一部分 有相當一部分 他們的這個認定是說 我只要讓病人了解自己在想什麼 他自己就可以解決自己的問題了 就是我們常常在講這個諮商 諮商是一門專業 諮商它並不是幫你解決你人生的難題 你說我喜歡,我喜歡小美 可是小美是我好朋友的女朋友怎麼辦 他不是,諮商師不會告訴你說那你就去追吧 那你不要去追 而是怎麼樣呢 其實當你什麼情況下需要去找人諮商 不是說你有一點點困惑你就去 你真的有一點點困惑你就去找他諮商 其實他也就是聽你聽聽而已 這就是精神分析很 一部分為人過病的地方 就是有的時候他沒有提供 直接強而有力的解決方案 那他好像只是在聽聽病患 講講故事而已這樣子 但是呢當你的這個困惑影響到你的生活 你變得憂鬱 或者是說你突然覺得人生很沒意義之類的 那個心理醫生或者說諮商師 他會透過諮商他會去了解到 其實這個是因為你某一件事情困住了 比如說像我剛剛說 要不要跟小美告白這件事情困住了 那站在這個他們的專業的角度來說 他並不需要幫你分析 到底該告白還是不告白好 因為該告白還是不告白好的優點跟缺點 你自己心裡明白嗎 那他要做的是什麼呢 他要做的是讓你認清楚你自己現在的處境 也就是說有問題的並不是 有問題的並不是到底要不要告白 有問題的是你現在在難過 你如果就決定了你要告白也可以 你如果就決定了你不要告白也可以 但是你處在這個要不要告白的狀態下面難過著 這個才是你需要被治療的部分 那所以他們會透過諮商讓你了解自己的情況 也許你是因為心裡很清楚 告白一定會被打槍一定會失敗 所以你才不敢做 那諮商是就會讓你正面的去認識這一點 好吧我不要告白 也許你心裡很想要很想要告白 因為你但是而且你認為其實為什麼人生試試看又不會怎麼樣 被拒絕又不會怎麼樣 那心理醫生就會讓你 透過諮商就讓你了解到這一點 好吧那我就去做又不會怎麼樣 總而言之就是我說的讓你了解到你自己思考一個問題的各種參數 他們會做一件事情就是希望你往穩定的方向走 就是希望你往做決定的方向走 即便你暫時決定說好吧我先不要決定要不要告白 但是你因為思考過了一圈了 所以你心裡比較坦然比較清楚 不會那麼困惑要告白不告白再說都是我的決定 我就不會這麼難過就是不會這樣 到底怎麼樣 這個就是諮商這一門的專業 那心理分析呢 延續著我剛剛說諮商這樣子的概念 他認為人的很多的心理上的問題 其實可能根源在一些他不願意面對的過去 不見得是我們一般人所想像說就是 好像一定要怎麼樣 比如說小時候被性騷擾之類的 或者說被毒打才會有這些過去不一定 很有可能是這個爺爺奶奶離開 有可能是看到有人被狗咬之類的 都可能在他心裡留下一個他以為不重要 但是其實會帶來會帶來這個影響的內容 那精神分析就會透過這樣子去了解到你目前 為什麼你精神狀態不穩定 那如果你精神狀態很穩定 其實你不見得要去看他 那所以精神分析的我剛剛講到 他沒有我前面所講的這麼的神 就是說好像可以讓你整個人 就是一定可以治療到你的精神疾病 其實很多時候沒有那麼有效 那所以他要達到一定的效果 要很很深入的這個學習 那在美國的精神醫師 心理醫師他是你要先取得醫生的學位 你要先取得醫師執照 甚至你可能要先職業 先當精神科的醫師 當一陣子才能夠去學精神分析師 不一定 那所以在美國精神分析師是等於說是 像我們講這個博士後 你要面到很後面 你才能夠成為一個精神分析的醫生 那你就可以知道這些人收費都不便宜 那收費不便宜 效果又不見得很明顯的時候 這就是為什麼這門學門 他目前為止在台灣我們不容易看到 因為他是被很多的醫院懷疑他的效果的 被很多人懷疑他的效果 那但是我必須說就是人家有人家的專業 那所以我們比較常看到的 處理這個精神疾病的方式 就是說如果你憂鬱的話 他就開一些抗憂鬱的藥物給你 那如果你這個有幻想 那他就去也有一些是透過精神分析 大部分的大醫院還是可能會有 精神分析的治療方式 但是他可能會同時輔助的就是開一些藥物給你 那所以這個藥物 用藥物來治療變成是整個精神醫學的 目前來看起來是很主流的一件事情 那這個就衍生出了另外的一些問題 這個我們可以下次再聊 那在這裡就只是跟大家說 所以其實這個心理醫生沒有那麼省 就是說一句話就可以操縱你 催眠你 然後這個了解你的前世精神 過往經歷 不見得 如果真的這麼厲害的話 我們就應該看到很多都有 但是沒有 好 來 這裡 這個 剛才的這個問題 我們要如何取得他的T型中線呢 在我們剛才示範過又出現一個新的可能性 怎麼樣 平移他的對角線 所以如果你平移他的對角線 我們前面有說到如果他的對角線跟邊產生關係 那也許是重點 那這也是對角線跟對角線產生關係的話 這也是直角 對不對 好 那麼他跟我說 AC是16 BD是12 所以你看喔 這個時候我其實可以解出底邊 3比4比5 這邊其實是20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底邊呢 不就是上底加下底 那我們要的是什麼 中線長 他是上底加下底除2 其實也就是這個三小閒的中線長 對不對 所以他是10 可以嗎 我應該 好我撇這邊 以免誤會 只是說 這個三小閒的中點連線長 也就是這個中線長 這樣子 所以他是10 那這就是這一題 你們剛才有解出來嗎 那我們這堂課就交到這裡啦 今天沒有作業